如果你的项目五年内能挣到一个亿 但需要先融资二百万 你该怎么找到这笔钱 一 贷款思维 以抵押物的方式从银行贷款二百万 如果你创业成功 挣一个亿 还掉银行的本金和利息 剩下的都是你的 如果你失败了 你的所有抵押物将被银行收走 你只能宣告破产 二 资本思维 写份商业计划术 把项目做成路演方案 找到投资人 出让20%的股权 融资二百万 如果你挣到了一个亿 分给投资人两千万 剩下的八千万都是你的 如果你失败了 投资人的钱打个水漂 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并且还能领到五年的工资 三 彩票思维 把这项目切割成一亿份 每份价值两元 然后公开零售 这些碎片是希望一下子 就可以收回两亿的资金 然后拿出一个亿 以中奖的形式发放给大家 四 股权思维 面向全球募集资金 每个投资人根据出钱的金额 占公司一定的股份 来分享公司未来的收益 投资人可以自由交易 自己所持有的股份 你募集二十个亿 市值就是两百个亿 机会一到就去逃钱 所以说没钱了 不要只会找银行 拿了银行的钱 就是在给银行打工 挣的钱都还利息了 如果你的项目正在需要融资 建议你一定要看看 左下角这套 企业融资权解 从商业计划书到估值方法 再到稀释股权和掌握控制权 一步步教你设计自己的融资方案 快速拿到投资人的钱